在請示師父的問題就說 如果在家裡拜佛的時候 就會觀想說 前面壘生壘 Si 到現在的父母 女 長輩 然后左边啊就是有血的 目前不用,因为你那些都是假的 我刚前面那个课题,你没调整 你怎么观想都是假的 都是你的自私 都不是你要回向,你要读法,都不是 那都是你的自私 念佛的人,一有自私就完蛋 对啊 这有几个层次,第一你没有真正观想的能力 第一,第二你的心态错 你还觉得是 那更错 你心态错了你还觉得对,那不是更错 对不对 你有这个问题 好,观想短天先不讲 对不对 你们认为想象就叫观想,我也会反过话讲说 那真的要 对不对,观想不是这样 对不对 好,那这个课题 不容易先搁一边 对对你们来讲,你们理解都没有理解 那我刚刚第2个课题,你们理解 对不对 你说我们刚刚前面有第1个议题 如果你刚刚真的有在听,真的有在理解的话 你会发现第2个问题,你问的根本不就算 因为你是假的 那如果你问我未来 那也许是 也许可以稍微去聊一下 那你问我说啊 之前都怎么样 依你经验是什么 那之前不用讨论,因为全部都是假的 一级一切 一个人是这样 丢到哪里都是那样 对不对 不会一个人生活老爱撒谎什么什么 只要为自己 喔 为自己的面子问题 为自己的保护问题什么的 在那边逼东逼西,一个实话都不愿意讲的 跳到面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完美 到位非常厉害 你认同吗 如果你也摇头,那你的问题就不用问了 懂意思吗 先回去把第1个课题解决 不是说你后面的问题不能讲 我不能讲,对你的个案没有用 我们只是讲一些理论 对不对 讲一些分析给你知道而已 你还是做不到的啊 让你观想出1万个你的冤亲在主 你也做不到 不是你 你认为你观想不出来 而是 你观想出来要干什么呢 你认为的是我念佛 回向给这些啊 对吧 他是我念佛让他们都得度啊 对不对 你一个课题回来,你根本没有念佛 你说有啊,我很清醒啊 我每天多少时间啊 嘴巴念多少句啊 对不对 那 你在这边 学习那么久 你有没有去理解到念佛是什么意思 念佛不是嘴巴讲的 不是每天有 花那个时间在那边 嘴巴发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声音 时间到 没了 合起来关机 那是念佛机 那不是念佛 所以 你如果是个念佛机 你就不是念佛 你发出多少阿弥陀佛的声音 你都不是念佛 懂意思吗 那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你这个 人里面的执行是什么 懂意思吗 那为什么我直接 直言说你没有 你长领兰没有在念佛啊 你懂意思吗 你要知道我都是在讲实直念 如果你有在念佛前面第一个课题就不存在 不是说你不用提出来 而是你的生命不存在那个问题 因为你没有那个问题 你本来就很真诚 本来就很老实 哦 本来就不取巧 本来就 一大堆 不对的 你们列出来 不对的 人格执行就没有 要列对的 一大堆对的 我都有佛合 就这样子啊 你懂意思吗 一个念佛人是那样 那叫做真念佛 发透过佛号 训练 心清净 清净的人 就敏和于 一切的美好 对不对 哦那 一切不美好的生命状态去念佛都会建构回来他的一切不好 谁能在周亦能复周 知道吗 法亦复如是 佛法可以帮助你成就无上道 可是也可以让你运用成毁掉你人生的一个工具 让你运用 我不是说他来把你怎么样 他不会来把你怎么样 可是你会把他运用成怎么样 懂吗 懂吗 嗯 这个就好了 这跟别人都没关系 你也不用去想想要跟谁参为什么什么 因为你们内在的那种 那种虚伪的直信太荣厚 对啊你只要想要去跟人家道个歉又是虚伪的一种运作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所以我叫你先别先不用讲那些 你剩下多少你可以我自己评估一下 对不对 那你临终有没有把握念佛 对不对 那你再往那边兜回来 没有 没几年也没有把握 兜回来 那我现在的念佛是什么 你才会证实 这跟任何人都无关 对不对 你一旦要面对谁可以怎么样可以怎样 你面对他可以在里面 因为他可以跟他讲个道歉就解决什么 因为他可以 规范顶礼一下 我就了事什么 对啊 你这件事情就不见了 对 对不对 太懒杂了 懂吗 法 你把法搞得太懒杂了 你不一定有生活上 很多的 那个 很多的 外物 我们这样讲 可是你发现你生活上也很懒杂 跟人的对待 对不对 因为这是全面的 只是 也许你身心不怎么乐于跟人家 应酬什么 对不对 你少了一点 机会 可是 每每你只要遇到你最懒杂 就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一急一切啊 我这把火 只要是火 我遇到什么就烧 对不对 你说 没有啊 我只烧掉两根木头啊 那他 烧了 一整片森林啊 对不对 他比较严重 他比较严重 一个 体 来讲 一样 为什么他烧掉一座森林 烧掉一座森林 因为于远上 你的远比他少 就这样 可是这两个是平等 因为这两把火遇到什么 什么都烧 懂意思吗 所以我刚才用比喻 也许那把火比较喜欢社交 应酬 所以 一个应酬两个应酬 整片森林烧了 这把火比较避息 对不对 可是 他还是有跟他有缘的啊 如果一碰就少 懂吗 这些课题 很现实 你要先把它解决掉 修行人 我不是说你要正视他 你要解决掉他 不是正视他 正视他干嘛 正视问题啊 你还正视的不够久吗 你从小到大 都在正视你的问题 不是吗 你如果没正视 你怎么懂得弊 你就是太聪明 知道正视 所以你用的方法是错的 弊 懂吗 弊就不能解决 所以你要听好我们的用词 要解决他 修行人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你不是修行人就这样 你要珍视你的人生哦 这样就会有机会了 我也知道这种师父会很讨刑 偏偏我不是 懂意思吗 因为 我知道因果的可怕 所以我不会是那一种师父 那剩下的人生给自己选择 那剩下的人生给自己选择 这样可以明白吗 这样还有以后吗 因为这种各自行的人生给自己选择 他是对视频 说应该说 是怎么 Beau 你 说 这种人生给你